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冷却系统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 是的 针对冷却系统 就如同我们送到主管机关食药署的报告 还有食药署对外说明 出现的状况是铁罐产品会因为制成的下肢 在冷却的阶段时候会有一些微量的冷却水渗入关中 这个现象会是1万到10万人之一的不良率 加上该工厂内部又刚刚更换管线 水流没有很顺畅 又是使用循环水 所以才会影响到冷却水的水质 才会出现这次的事件 在我们厘清的状况之后 我们做了妥善的后续处理 并且在评管上面 以高于政府标准的抽验比例 加强检测 这就是希望可以避免这类的事件再次发生 我们也会持续符合SQF Level 3 最高等级验证 全球最高标准 来检验并营运我们的工厂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要说 针对这次的事件 亚培好像没有在第一时间 全面的对外说明 为什么 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外说明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希望经过详细的调查与确认 再完整的对外说明 但是这样相对保守的做法 错失与大家沟通的黄金时期 造成主管机关及消费大众的担忧 我们真的觉得很抱歉 这段期间 其实让我们上了非常宝贵的一课 日后面对消费者的疑问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出面说明 那么经过了这个事件之后 这次亚培的后续 到底做了哪一些因应的措施 以确保未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首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 为了让消费者安心 并表示我们的负责 我们与主管机关配合 对旧品做了相关的处理 同时在工厂端 我们调整新的制程 升级了冷却系统 并加强了抽样的比例跟检测数 就是想在每一个环节上 都可以做到确实的把关 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当然消费者也很关心的是 目前产品已经恢复上架了吗 我们新制程的产品已经从10月3号开始 在一般的通路还有医院体系 都陆续上架 大家可以从冠身上的制程升级 全新上市的贴纸 来确保自己买到的是新品 消费者也可以从亚培的官网 查询到新制程产品的相关资料 其中包含了每个批次的原厂检验报告 食药署食品及相关产品输入的许可通知 我们知道医院体系是非常严谨的 因为必须要对病患负责 那为什么也可以这么快地 就在医院里面恢复使用呢 没错 医院在挑选供货厂商是相对严谨的 他们很重视病患的健康与权益 必须对病患负责 因此在产品的选用上 会综合考量所有的面向 譬如说 有没有临床使用文献 或是产品本身的相关研究资料 亚培130年以来 以不停歇的科学研究 研发最适合的配方 而且具有许多产品临床实证 发表大量的临床文献 并得到专家的认可 我们也是用这一份最高的规格 来监制产品 这份信任都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确实每一个企业或者是品牌 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 重要的是面对事情的高度和态度 那么经过了这次的事件之后 亚培要如何再次强化消费者的信心 并且捍卫第一品牌的地位呢 正因为这次的事件 让我们更审慎地看待每一个环节 同时也继续教训 努力改善 持续为大家制造高品质的产品 长久以来亚培就是以医药级的专业 研发各式的营养品 也相信高规格的研发及制成 才能达到出高品质的产品 首先呢 在原料段 我们学用最好的原料 并完成多重检验 再来新制成生产过程 我们采用严谨的HACCP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点系统 以管控风险 防止不良物质进入产品 并透过多重检验 以确保每项上架的产品品质的安全 我们还建置网络批号检验查询系统 选择更透明的方式 确认盘品品质 让消费者能够无后顾之忧的选拥 最后呢 重新上架的产品 均通过美国第一严格的 食品安全品质标准 SQF把关 并透过多重检验 以确保每项上架的产品品质安全 谢谢总经理的说明 我们也期许亚培未来 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跟品质 不过如果消费者还是不满意 或者他们有疑问的话 他们该怎么做呢 关于这个部分呢 消费者可以直接拨打亚培 免付费的客服转线 0800-036-688 或寄送电子邮件到我们的客服信箱 跟我们联系 我们将会洁心尽力地提供服务 好 总经理非常谢谢你 谢谢陈教授 非常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